犯马永次郎怎么也没有想到 曾经将郭海皇逼入假死状态下的一拳 如今却被齐玉单手挡下 就在刚刚 走在路上的齐玉突然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吸引 当他上前查看时 发现永次郎竟然猎杀了一头堪比恐龙大小的野猪 然而就在齐玉思考这么大的野猪能吃多久的时候 却没想到永次郎抬腿就是一脚 直接将野猪像垃圾一样踢飞了出去 真是浪费食物 而此时永次郎也发现了齐玉 他很好奇这个不怕死的光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永次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大干一场 随即他的脚下发力向齐玉猛冲而去 抡起沙包大的拳头就将齐玉给一拳打分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齐玉整个人都打进了墙面 眼看对方也没什么势力 永次郎也开始越发的膨胀起来 然而就在永次郎以为对决就这样无聊的结束时 齐玉也决定让永次郎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势力 接着齐玉缓缓的来到永次郎的面积 伸出终植准备对永次郎来上一个认真脑瓜崩 仅仅一击永次郎就被弹飞了数百米 但很快永次郎便再次冲了过来 在见识到了齐玉强大的实力过后 永次郎也决定认真对待眼前这个光头 两人的战斗继续 永次郎再次握紧拳头向齐玉发起猛攻 可结果连齐玉的一根头发都没碰到 如此之快的速度让永次郎一时间呆愣在原地 而这也让永次郎意识到了两人实力间的巨大压角 就在这时齐玉突然接到了杰诺斯打来的电话 再得知了今日的超市有特价折扣后 齐玉便决定和永次郎道歉 但是永次郎在见识到齐玉的强大实力之后 已经被这个光头深深的迷住 接着永次郎将上一丝烂 露出了他那犹如恶鬼般的肺部肌肉 随后永次郎微微一笑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鬼背肯定天下无敌 跟百岁老人比力量 和原始人比技巧 不愧是你地表醉屑生物犯马永次郎 接着永次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齐玉的面前 他的脚下地面崩裂 就连身上也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可齐玉却被他身上的汗臭味熏得过敏 永次郎人都傻了 他没想到对方仅仅是打了个喷嚏 就差点将星球毁灭 可齐玉却对此司空见怪 接着他缓缓地朝着永次郎抖去 而这一刻永次郎是真的怕 不过事已至此 永次郎也决定赌上一切和齐玉战斗 只见他将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这一刻永次郎已经做好了死亡的觉悟 可齐玉却不知道永次郎在傻笑什么 永次郎惊呆了 没想到曾经击败老郭的一击 如今却被齐玉单手接下 而这也彻底地激怒了永次郎 永次郎越至空中决定使出自己的大杀招 然而在永次郎的权力一脚之下 齐玉甚至打起了瞌睡